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美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美国留学的语言能力要求 提升与证明 2.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就业策略 探索与实施 3. 美国留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建立与发展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美国留学的语言能力要求 提升与证明 各位亲爱的学子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无数人也不能寐 白发生的问题 美国留学的语言能力要求 首先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 来面对这个看似高不可攀的挑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语言能力就是你手中的指南针和地图 没有它们 你可能会在留学的丛林中迷失方向 首先 提升语言能力 这个过程有点像健身 一开始 你可能连雅铃都举不起来 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 总有一天 你会变成语言健身房里的肌肉男或肌肉女 每天坚持阅读 听力训练 口语练习和写作 就像是健身的四大基本动作 你可以从阅读 纽约时报开始 让自己的耳朵习惯 CNN或NPR的语速 通过Skype和语言交换伙伴聊天 来锻炼口语 还可以写博客或日记 来练习写作 记住 语言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 就像你不能在一夜之间 长出阿末德 施瓦辛格的肌肉一样 接下来是证明你的语言能力 通常 美国大学会要求国际学生提交 Tofu或Yelts成绩 作为入学条件 这就像是你要进入一个高级俱乐部 门卫 要看你的会员卡一样 Tofu和Yelts就是你的通行证 他们告诉大学 你已经具备了在课堂上理解教授讲课 和参与讨论的能力 准备这些考试 就像是参加奥运会 你需要有策略的训练 了解考试的规则和技巧 甚至可能需要一个教练来指导你 有趣的故事 哦 有的是 比如有个学生 他在准备托付考试时 为了提高听力 他决定只听英文歌曲 结果 他的听力确实提高了 但是在考试中 他发现自己在听力部分 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头晃脑 差点没把旁边的考生也带动起来 还有一个学生 他在写作练习中总是喜欢用big这个词 导致他的作文里big出现的频率比大还高 最后 他的老师给他的建议是 如果你在用big 我就给你的分数一个big的减号 总之 提升和证明你的语言能力 是留学准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它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 更是为了让你能够在留学期间 顺利沟通 学习和生活 所以 拿起你的语言哑铃 开始你的训练吧 未来的语言健身冠军 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就业策略 探索与实施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留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就业策略 首先 我们得承认留学生在职业规划上面临的挑战 有时候比找到一家愿意接受他们的信用卡公司还要困难 首先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就像是一场跨文化的盛宴 你得知道哪些是主菜 哪些是配菜 哪些是你根本不想尝试的怪异食物 主菜就是你的专业技能和学术背景 配菜是你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技巧 至于那些怪异食物 可能就是那些你不熟悉的职场规则和文化差异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就业策略 留学生在寻找工作时 往往需要比当地学生更多的策略和计划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国际象棋 而你的对手是拥有本土优势的国际大师 你需要提前几步思考 制定策略 甚至可能需要牺牲一两个兵来换取更有利的位置 有趣的故事 哦 有的是 比如说 我曾经有个学生 我们叫他小张 小张在美国留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 他的职业规划非常明确 毕业后要在硅谷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 小张在面试时总是碰壁 原因是他总是穿着一件 他认为非常正式的亮粉色西装 显然 小张没有意识到 在硅谷 穿着休闲一点 通常更受欢迎 最终 在朋友的建议下 小张换上了一件普通的T恤 和牛仔裤 顺利拿到了一家知名公司的offer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解和适应目标国家的职场文化 同样重要 留学生在规划职业时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要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对当地文化的敏感度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策略是一场冒险旅程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预料之外的挑战 但只要你有准备 有策略 保持乐观和幽默感 这场旅程终将是充满收获和乐趣的 记住 每一次面试不成功 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 就像每一次做错的菜 都是成为大厨的必经之路 加油 留学生们 未来的世界等着你们去探索和征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建立与发展 当然 美国留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可以说是一场脑力与文化的盛宴 其中不乏精彩分成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一探究竟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是一名怀传梦想的国际学生 踏上了前往美国的留学之旅 你可能会想 这将是一场纯粹的知识追求之旅 但很快你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一场文化大杂会的冒险 在这里 你不仅要学会 如何用学术英语 讨论量子物理 还要学会在国际学生聚会上 用地道的美式语语交流 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以其开放性和多元化而闻名 这里的学术交流 不仅仅是在教室里完成的 你可能在一次偶然的咖啡馆邂逅中 与一位领域专家 展开深入讨论 或者在一次校园 BBQ派对上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 共同策划一项国际研究项目 合作方面 美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就像是一场知识界的速配活动 物理学家 社会学家 艺术家和工程师 可能汇聚在一起 共同研究 如何用虚拟现实技术 来重现历史场景 或者探讨 如何通过艺术 来提高公众 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这种跨界合作 不仅能擦出学术的火花 还能让参与者 在学术界的交流软件上 获得更多的赞 有趣的是 留学生在美国的学术交流中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文化碰撞 比如 你可能会在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时 因为直呼教授的名字 而感到尴尬 因为在很多文化中 这样做是不礼貌的 但在美国 这通常是一种平等和开放的表现 或者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你的美国同学 在课堂上与教授争论时的自信和直率 在建立与发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 留学生们也会学会 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进行有效沟通 这不仅是一种语言技能的锻炼 更是一种文化智商的提升 你会学会 如何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穿梭 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共鸣点 以及如何将自己的观点 以一种既有说服力 又不冒犯他人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后 美国留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 每个人都是乐团中的一员 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 像是在演奏一段独奏 但最终 每个人的贡献 都会汇聚成一首和谐的乐章 这场乐章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 更是文化的交融 和个人成长的见证 所以 如果你有机会参与到这场 跨文化的学术盛宴中 不妨大胆地拿起你的乐器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舞台上 尽情演奏你的留学交响曲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法律服务 与权益保护 了解与利用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留学生的法律服务 与权益保护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留学生在外国的生活 就像是一部充满冒险和意外的电影 而法律服务和权益保护 则是他们口袋里的瑞士军刀 不仅实用 而且在关键时刻能救命 想象一下一个留学生刚到达异国他乡 满心欢喜的 想要融入新的文化和环境 但是 就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他们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的挑战 比如签证更新 租房纠纷 兼职工作的合法性等等 这时候 了解当地的法律 就像是拥有了一张地图 能够帮助他们 在复杂的法律迷宫中找到出口 有趣的故事 哦 有的是 比如说 有一个留学生因为不了解当地的交通法规 在街上骑自行车时逆行 结果被警察叔叔邀请 去了一趟警局 虽然最后只是被告知 注意交通规则并被放行 但这位同学 从此成了他们朋友圈里的交通规则大使 每次出门都会提醒大家 记得 我们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文明人 再比如 有留学生在租房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 结果在搬出时被告知 需要支付额外的清洁费用 这位同学只好苦笑着说 我以为我在学习法律 没想到 法律先学了我一课 但是 幽默归幽默 留学生的法律服务 与权益保护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留学生应该主动去了解 和利用各种资源 比如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 法律援助组织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相关群组 这些资源 就像是他们的护身服务 能够在他们遇到问题时 提供帮助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留学生在外的生活 不应该只是关于学习书本知识 还应该学会 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 他们的留学经历 才能像一部好电影一样 既有波折也有精彩 最终收获满满 记住 法律不是用来吓人的 而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所以 亲爱的留学生们 让我们一起 成为自己权益的超级英雄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社会融入与文化体验 策略与实践 当然 美国留学 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的马拉松 更是一次文化的深浅 作为一位之谷建筋的教授 我见证了无数留学生的蜕变 从最初的文化冲击到最终的社会融入 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 惊喜和成长 首先 我们来谈谈策略 要在美国社会融入 首要策略是开口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开口 不要害怕你的口音 美国是个大熔炉 各种口音汇聚在这里 你的口音只是其中的一种调料 记住 沉默是惊 但在美国 沟通才是王道 其次 参与是关键 加入学校的俱乐部 组织 不仅能够帮助你结交朋友 还能让你了解美国的社团文化 比如 加入辩论俱乐部 你会发现 美国人辩论时的热情和直接 甚至有时候你会想 这是辩论赛 还是吵架大会 但这正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 再来说说实践 实践意味着 将你所学的策略 付诸行动 比如 参与志愿服务 不仅能帮助你 理解美国的公民精神 还能让你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获得宝贵的人际交往经验 或者 你可以尝试在当地的咖啡店打工 这样 你不仅能练习英语 还能体验到美国人的工作态度 时间就是金钱 有趣的故事 哦 那可多了 我记得 有一位留学生 第一次去美国超市 他惊讶于自助结账机的普及 结果在机器前操作了半天 最后发现自己忘记了 扫描最重要的东西 自己的商品 还有一次 一位留学生在感恩节 被邀请到美国家庭中 他以为 Turkey 火机 是Turkey 土耳其 结果在餐桌上 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土耳其的历史 让美国的朋友们哭笑不得 总之 美国留学的社会融入 与文化体验 是一场冒险 你可能会遇到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 甚至是偶尔的尴尬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催化剂 记住 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参与 不断实践 你会发现 自己不仅融入了美国社会 还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最后 我要对各位观众说声谢谢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信息和启发 让大家更加了解美国留学的各个方面 提升和证明语言能力 规划职业和就业 建立和发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保护权益和融入社会 这些都是留学生在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相信 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用幽默和乐观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美国留学的语言能力要求 职业规划与就业策略 学术交流与合作 法律服务与权益保护 社会融入与文化体验 有什么看法和经验分享 请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探讨和分享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